建國高中 就會被加一些字上去 就會變建國高中山 建中的生存環境就是地獄 你是很優秀的人 但是你就要去地獄磨練 為什麼說是地獄 因為環境很差 那也不會有人管你 在地獄之神之滅 那每個人都想辦法爬出來 沒有啊 沒有人想辦法爬出來 大家都在裡面很開心 大家好我是邱格 那謝謝各位的支持 我們終於300訂閱了 我們終於300訂閱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影片的右下角 有一個Papaya的頭 你只要點Papaya的頭 就可以訂閱我們 所以如果還沒有訂閱我們的朋友 再繼續幫我們訂閱我們 就可以趕快400訂閱500訂閱 趕快讓我們的頻道成長起來 OK今天是300訂閱 所以呢我們要來聊一些 比較特別的話題 也是大家可能比較有興趣的話題 我們高中的時候 我們分別是念男校跟女校 那像阿瓜念的是新竹女中 以後會是這個羊交大附中 然後呢我念的是建國中學 就是台北知名男校 大家可能對這兩所學校 都有一些特別的憧憬 或者是一些不實的幻想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這一些謠言啊 或者是大家感興趣的事情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有沒有破除了你的幻想啊 或者是有沒有覺得有什麼意見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的主題就是 阿瓜會準備非常多主題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起來討論 所以如果你家的小朋友 非常的想念這些學校的話 那他也可以來看我們的影片 好好的了解一下 你畢業幾年了? 已經畢業8年多了 你要去念的那個暑假 你都在做什麼? 有沒有為高中做準備? 就是我那個時候機車考完了 就換了一台新的電腦 所以整個暑假就玩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電腦還不錯 然後玩得很順 其實我也沒有只打電動啊 我就是做我平常會做的事情 我平常就會打電動啊 假如說你平常會畫畫 或者你平常就喜歡打毛線 那你就會去打毛線啊 我只是做我平常會做的事 所以我不只是打電動 我也會打球啊 我也會吃飯啊 那很多人就是 看電影 可能甚至是機車我只會看考完 然後就很多補習班 所以要去選修班啊 可能會跟不上 那你覺得呢? 我覺得因為他們要賺錢啊 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 學生的家長 第二個是學生 那他們的收入來源就是這些人嘛 那你要怎麼讓他們去你那邊 消費嘛 就是補習 你就是要販賣恐懼 就是 你不去會跟不上 那你就會 啊 我很害怕 所以你就會花錢去 就跟政治一樣啊 你就要販賣一些恐懼 你就會 你知道嗎? 你就會被投 你這不是給家長看的 還是 給你小朋友看的 我不知道 我講真的啊 你可以把我剪掉啊 所以你的建議就是 不需要去補習 還是你覺得 你有同學去補 然後有幫助之類的 我沒有問我同學有沒有補 但 我自己覺得你補 對於你高一的學業 當然會有幫助嘛 因為你就 起跑點就比別人前面 但 我覺得CP值不高啊 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花錢 你要花時間 你要花你寶貴暑假的時間 你好不容易有這麼多時間 可以去安排自己的事情 假如說 啊 你想要 一直有很想做的事 你也只能暑假去做啊 開學了之後 你平常要寫功課嘛 斷考前 一下子又要斷考 每幾個禮拜又要斷考 你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做 你喜歡做的事 所以暑假的時間是很寶貴的啊 你以前在過中的時候 大概是辦上第幾名 或者是校排第幾名? 然後校排 保守一點講是前50啦 你們學校有幾個人? 喔 我們學校有45個班 然後一班是35個人左右 1600-25 所以大概1500個人啦 那你在班上就是第一名? 沒有多啦 大概三次會有兩次這樣吧 那你去念建宗的時候 第一次斷考有 讓你很shock嗎? 對 我上高中第一次斷考 我就考班上第15名 其實也不算很差 因為全班有40出頭個人 那個時候好像排到43號還是40幾號 所以其實前15名也還好 但這就是我有史以來考最低的嘛 那個時候就是我就突然發現 要念書 你懂什麼? 就是除了寫功課以外 你還要花額外的時間 再去複習 上課教的東西 因為從高中開始就變成說 內容太多了 所以上課沒辦法全部都 把所有的細節講清楚 就是老師沒辦法全部講清楚 所以你就要花很多時間去補充那些細節 所以你就要花時間去看 後來就都很正常了 正常是什麼? 正常就是前十名啊 前十名就是正常 高中第一次 竹女的話應該是 老師不會讓大家太刁難 所以就沒有太... 我們學校可能跟你不一樣吧 我們學校感覺就沒有在關你什麼第一次 就是對啊 他就是都考差不多 所以你的... 上高中的這個轉換 算是還蠻舒服的 成績上面啦 那時候一開始就有一些心理準備 就是不會像以前一樣都是 班上前三名 我都沒有想這個 大家都是每個學校 每班前三名 去的啊 我到我們中一會想很容易 就是... 就像國中一樣 你難道國小的前三名 你到國中就會前三名嗎 那全部都是重來的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你知道嗎到高中 就一定是怎麼樣 就上大學也是一樣 你高中很厲害 不代表你大學就一定會很厲害 因為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他學的東西都是... 深度跟廣度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沒有預設 我只是覺得喔 蠻好玩的 就這樣 那你第一天去學校的心情是什麼 我第一次去學校 那個是心身訓練 只有高一有吧 我記得只有高一有 就是高一有這個心身訓練這樣 心身 可能可以填一些資料什麼的吧 其實也沒有在上課吧 我記得 但就是發...發東西 然後填資料 然後第一天我就遲到了 為什麼遲到了 為什麼遲到了 因為我從捷運站走出來 然後我就迷路了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智慧型手機 你知道嗎 有智慧型手機 可是不是很普及 所以我就迷路了 因為我走反方向 我是從中正紀念堂站出來 然後呢 就要往南海路那個方向走 然後我就真的走到中正紀念堂了 然後我就問大家說 那進走怎麼走 就... 所以我後來就跑到板上 然後大家都一定的 我是最後一個進去了 但... 但... 我其實不是最後一個 因為有人連心身訓練都沒來 然後他每次講話 跟老師都超嗆的 開學之後 老師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沒來 他說 忘記來 然後老師也就 忘記了 所以我也不是最後一個去的 因為有人根本就沒去 你有覺得 全部都是男生 有很可怕的感覺 或是 你已經猶豫想過幾況了還是 嗯...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是班上最可怕的人 什麼意思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 頭髮非常短 然後我又不笑的 我是非常嚴肅的人 尤其是第一天我非常的嚴肅 所以我走進去是 很可怕的 我就是最可怕的人 沒有人會比我可怕 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班上再也沒有女生了 我那個時候沒有了解到這件事的嚴重性 我以前也沒有想這麼多 那你覺得呢 你去一個女校的心情 假如說你走進教室 然後全部都是女人 然後連老師可能都是女人 就我坐到座位上 然後回頭一看 全部都是女生 我都快哭了 你又哭了 這麼嚴重啊 怎麼了 半夜中我就覺得 真的全部都是女的 像... 地獄一樣 因為如果我心裡沒有準備好 就是 真的 所有人的都是女生 所以你第一天到教室 所以你們也是新生訓練吧 你們有新生訓練嗎 我們是在開學之前有 類似現修班還是什麼 舒服啊 類似 可是可能當然要去 所以要上課 上個教 就是上個一兩個禮拜吧 可是教室不是你們班上的同學 你們好多奇奇怪怪的同學 對啊 感覺...感覺浪費時間 啊一定要去 不去會被寄曠客啊 其實我也不確定大家是不是都要去 反正就... 反正就去啊 如果是我 我也可能也會去 如果是現在的我 我就不會去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好啦 就是這樣 下一題下一題 那建長有宿舍嗎 啊... 就我所知是...沒有 但... 可能有一些私底下的管道可能有 如果你有宿舍 大部分的人建議是 我覺得是能回家就回家吧 就是有些高中 會開始想要不要住宿舍這件事啊 那主局是你可以住 不是嗎 應該大部分人會建議不要 因為我覺得 就是他的地理位置有一點危險 他在哪裡 要走過一個地下道過去 就是鐵軌 那邊有鐵軌 然後你要走地下道 才能到那個宿舍 然後如果一些怪人知道 那裡就是住宿舍的話 也許就會在那條路上 應該學校要想一個辦法對不對 就... 教官會給你電擊棒 哪有用 那就是要解辦同行 然後... 晚自習 可能就... 不要晚自習 就早點回去 那你在宿舍就是晚自習 建中... 建中沒有啊 建中有那個... 校長宿舍還在 然後裡面好像還死人 那是怎樣的 那什麼東西 那好像有流浪汗死在裡面 為什麼流浪汗 我忘記了 也是很久以前的事 不是很重要的事 好 反正那邊都廢棄了 那關於制服 你有建議 一開始 去的時候買的數量嗎 體育服的話 基本上 我覺得不用穿長褲啊 因為台灣冬天也不會冷 啊你穿長褲要怎麼運動對不對 所以也不用 也不用買長褲 你大概就是短褲買個 買個兩件吧 大概就這樣 制服就買個 買個兩套吧 我想 褲子就共用啊 褲子只有長褲 我們褲子只有長褲啦 女校可能有一些變化 男校只有長褲 你們的學生會穿嗎 會穿進 校園 就是 我們學校是這樣的 現在可能不一樣 我不知道 也許進化了 但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你進校園的時候 必須要穿制服 教官會在那邊檢查 就是我們有側門跟正門 然後 教官就會在那邊 假如說你沒有 穿的話你就要被愛笑服務 你要祭典什麼的 秘密就是說 你不要上學時間 去 學校 因為教官上學時間的時候就會在 他不是上學時間的時候 他就不管你了 因為他有別的事要做 他不會一直站在校門口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要上學時間去 你就可以隨便穿著去 但有時候你也非得 也要上學時間去 因為你可能要召會 但這個又 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可不可以不參加召會 你就不用穿制服了嗎 答案是可以的 你只要有人召你就可以 你愛笑不去做也擠過而已啊 沒差 他又不會推你去啊 放心 或者是你很早很早到 也可以啊 很早很早到 你不是說你學校兒子會 爬牆進去 就是你一樣是 你上學時間 就 就 不要爬牆 因為教官會在那邊看啊 對不對 會有教官走來走去什麼的 那平常就隨便你爬也沒關係 像我那個時候 我已經學廁考完了 我就請長家 我就從來沒有上學時間去 去 去學校過啊 我就下午然後就穿自己的衣服 然後我就去學校打球 就是 我只去上體育課啦 然後就一個禮拜兩次這樣 其他我都在家裡 打 2K 對啊 你們呢你們制服你建議買幾套 反正白色的制服 不管長袖短袖應該都要買 下半身黑色的可以買裙子或褲子 就你實不穿裙子也可以不用買裙子 體育短褲是大家蠻推薦買的 就是很好穿 就是很青春的感覺 可是有些人覺得很難看 就看個人 在大家什麼也不一樣 然後 冬季的體育服是大家都覺得超級難看 就是很像一個香蕉 很像一個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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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穿了就會變香蕉君 對 他褲子是鎖腳的 然後衣服是寬鬆還蠻大件的 然後就是你想要買的衣服都不要買太多件 因為 就是竹女有三年胖7公斤的魔咒 所以你到時候有可能 如果變胖的話還是要買 所以為什麼三年會胖7公斤 讀書讀得太認真了 為什麼 反正就是一直代代祥傳的傳說 大家我跟你講 大家就是這個 國中可能運動量比較大 那高中就沒有 那竹女跑 國中可能還在漲高 竹女跑800公尺好像有規定秒數 那你跑到他會怎樣 你就要一直重跑 8 那你都跑不到他要怎樣 我也不知道 就當你嗎 你們有學葬學弟制嗎 就是一些特別的社團會有 假如說熱舞社啊 或者手語社 比較愛表演的社團就會有 那是怎麼樣子 假如說他們在路上遇到 然後我就說學長好 又跟他學學長好 假如說他們會在司令台 司令台練舞 然後假如說你表現不好我怎樣 就會學長就 對 就是 反正一個流行嘛 對 我覺得竹女應該算有 學姐學美智 比較是照顧型的那種 而不是可能看到學姐就要低頭 不能看他之類的 之類的那種 那是什麼東西 他是否定我 學姐是美肚傻 真的跟他對頭眼 我不知道我想像的 壓力很大 但是學校都要戴墨鏡 就是我們有指數學姐 你們有指數嗎 我們某種程度上有 因為我們以前班上有留級的 所以我們班剛好跟那個留級的 就是他們兩個人是互相 算是指數 就是同一個學號 只是年級不一樣 所以他是自己的指數 對對對就是剛好又在同一個班上 所以留級就真的會降級喔 對啊 你們沒有我們班上以前都留級的 所以你同學會消失不見喔 你會遺失一些同學 如果沒有跟著一起 有可能吧 他後來就被退學了 有一個 後來就被退學了 怎樣會被退學 他都不來上課啊 喔 又被退學了 所以功課很難會被退學嗎 不會 放心 他會一直讓你補修什麼的 功課很難只會留級而已 應該是啦 不是 你那個都是太誇張 就是完全 你完全不想配合那種 才有可能退學或留級 所以我們嚴格上是有指數的 但沒有人查消這個什麼指不指數的 我們是每一班在運動庫上要封一些圖案 然後有規定圖案的顏色 還有表情 如果你假如說花朵好了 嗯 你多封一片花瓣 你就會被罵 就是你走在路上可能 學姐發現了你可能就會被罵 可能表情你想要別的表情 也不行 或者是掉了 你封一封然後洗一洗就掉了 你就要趕快補回去 他會幫你補嗎 不會 他就說你怎麼沒有這樣 還是怎樣 或者是跟你的班在說吧 我也不知道 這種事在建築是不可能發生的 絕對沒有人屌你 什麼縫什麼挖格 沒有人屌你 但女人比較有這個群眾的力量對不對 就比較會走在規定裡面 假如說一群男生會有高心機 或者是高心鬥交的 嚴格上是有 可是你要有一個目的吧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假如說誰跟誰要高心鬥交什麼 那為什麼你會說嚴格上有 就是這個世界上 也不是每個人都是鋼鐵直男的個性啊 而且這個團體生活 大家可能就會有一些摩擦什麼的 但詳細到底誰用了什麼心機什麼 我也是搞不太清楚 因為我根本就不相關 你就不是關我的事啊 對我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影響 那你們女生應該在女校是不是很精彩 其實只要沒有男生就不會有高心鬥交 目的 各位我剛剛講的就是你要有一個目的 所以你們覺得還好 我覺得完全沒有欸 完全沒有高心鬥交 假如說你在公司裡面為什麼要高心鬥交 因為你想要上位嘛 你想要在公司獲得老闆的青睞 你生活起來就會比較輕鬆 那在學校有什麼 你要嘛就成績 他成績就是自己顧自己的啊 那就是靠實力講話 學校除了成績以外還有什麼 就是社團嘛 假如說你要爭取幹部 那你就要對學姐好 你就要刷臉啊 你就要一直跟學姐當好朋友 那他就會選你當幹部嘛 社團的幹部 我看很多講說很多文章 就說 喔我覺得 我在女校的時光真是太棒了 因為大家都非常的純粹啊 你怎麼看 所以他的生命中就只有 不要介入男人 然後 就很純粹嗎 聽起來 我不知道 他小樣子 就是只要女生不為了男的 勾心鬥交 他就覺得是烏陀棒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他就是說一些講說他大家都很放著開啊 就是他不用顧及男人的眼光 類似這樣 就我來說 不要管要不要爭取男人這件事 並不是我高中生活最想要達到的目的 我想要的是很瘋狂可以冒險的 是 高中生活 只是我不想要 可是可能很多人的想法都是很相似的 那你很適合來建築 因為沒有人的想法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是所有男校都這樣 還是只有建築這樣 可是大家腦袋都不知道在裝什麼 這樣才好笑啊 蠻好笑的 蠻好笑的 那你會覺得建築像當兵嗎 當兵當然是不像啊 男校跟當兵差那麼多 因為大家就會想說 這次都是男生在一起啊 就會聯想到當兵啊 就只有這個像而已 當兵最大的娛樂就是下課去投飲料嘛 那你在建築就是下課去福利社 然後下課去熱死湖 不是啊 就 有一樣嗎 勉強嗎 勉強一樣 但活動是差很多啊 對不對 像建築 你也不用怎麼上課啊 你就可以出去 就去植蜘蛛餐什麼的啊 然後你有社團啊 學校都是男的啊 社團你就會跟女校的一起啊 因為大家各取所需嘛 對不對 就是大家需要一點切磋 要說生物研究社 我們學校生物研究社很大社 那就會跟 北域中山的生物研究社 就切磋 大家一起研究生物 真的 真的沒有佩服 他們都一起研究生物 然後就會一起上社課 是喔 你們社課可以去別的學校 他們都來我的學校 真的喔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學校基本上是 沒有門禁 所以他們會來我的學校 可是社課可以跑出去嗎 他們的社課是 就是放學後 額外的時間的 所以可能6點5點 然後就隨便找一間教室 才不會很認真耶 很認真啊 對啊 滿認真的啊 利用下課時間 高中根本就沒有時間 放學之後還要做什麼事情 可以這麼說吧 那高一高二還蠻多時間啊 高三就沒有時間 基本上 現在可能改了 現在課剛改了 因為他可能 你在校成績變重要 像這個也是聯考的弊病之一 就是你就是一試定中生 你高中生涯最重要的考試就是學測 然後就直考嘛 我們那個時候是這樣 所以你正校成績都不重要 你段考也不用念 你什麼都不用念 你只要考考試 最後一個考試考好就好了 你前面爛到底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不看在校成績啊 我們那個時候是這樣啊 難怪現在 就是YouTube上面會有一些影片就是 半年考上什麼學校 就是什麼建中生 然後狂讀書 然後 對啊 正常這樣 像我有一個熱舞社同學 他就是高一高二 基本上都不念書 就是他排名都倒數了 最後也是考上台大 沒有什麼 但你覺得要努力啊 書女好像沒有人這樣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你功課好就是從高一好到高三 你們爆發力不夠 對 我那個爆發力很夠 他就是整天就泡在圖書館 那個從暑假開始 然後就到學車 然後就可以高七十幾分 但也要有人幫他啦 假如說他有問題 如果有人教他會比較快 大家都很願意幫忙 你說你們同學之間是非常 願意教彼此的 至少我的朋友們都是啊 他是要是朋友才願意教還是 你不會問不認識的啊 如果不認識的問了久了就變朋友了 如果你不喜歡他 你也不會剎笑他 成績這種東西就是 假如說你會一個東西 你就教別人他也會 這樣不是很好嗎 你們也沒有什麼 競爭關係 你可能有競爭關係 可是你們比較像是朋友關係 我剛剛講的那個也是比較少數的啦 就是可能班上就一兩個這種 狂拼成績的 成績比較差的也是 很容易就是一直比較差 那建中跟北一女的關係好嗎 學校成績而言 我們學生的感受上是沒有什麼關聯 我們兩個學校是沒什麼關聯 我們學校也不會有什麼學校等級的交流啊 可是就是假如說社團就有可能有交流 就像我剛剛講的生活研究社 他們比較密切就北一啊 那你有去過建中跟北一女的舞會嗎 他們沒有一起辦 你懂不懂 就是他們可以一起辦啊 可是沒有一起辦啊 我也有耶 而且大家都會有一個誤解就是什麼舞會 然後就是可能在一個一個廣場 大家可以一起跳舞啊 然後我們的台北的舞會是演唱會 非常的無聊 因為都是那些社團的表演 像手語社就會用手語變成舞蹈嘛 你也沒有興趣啊 那你不知道在看什麼 基本上他都是邀請藝人來 組裝組女會合辦 啊會跳舞 會會跳舞 可是也是有藝人來 所以好玩嗎 你要這樣講 第一種去的人就是 想看藝人的人可能就會覺得好玩吧 嗯 想跳舞的人 我就覺得 你是真的可以找到的人跳舞啊 就是不管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你是真的可以找到的人跳舞 你們跳舞是跳到花兒子這種 類似 所以想要摸別人的也可以 對 但是我去 我沒有想要跳舞 然後那天我媽就跟我說 如果有任何人邀請你跳舞的話 你都不要拒絕他 所以我就沒有拒絕任何人 好 然後我就覺得很無聊 我有個問題 他有食物嗎 沒有 那如果不跳舞的人都在幹嘛 看別人跳舞啊 那應該大家都會一直聊天嘛 很難聊天 聲音太大了 所以要聊就出去聊 真的 就跳一跳然後 真的聽不到然後就出去聊 那是一個晚上吧 對 那蠻浪漫啊 對不對 聊一聊就 聊一聊就聊出感情了 這就是青春的序曲 沒有欸 所以你們要打扮嗎 就是穿假說禮服西裝這樣 其實每屆班也許都不要 我覺得找一群朋友去比較有趣 通常是這樣吧 通常都會找一群朋友 我覺得組中組女好像大家是比較偏向 想要跳舞的 就是比較有感情的那種 就是不會想讓你的朋友知道你 對 是這樣 我看是感覺是這樣 就是或是本來就已經是男女朋友的 然後就去那邊跳舞 所以這是舞會的部分 聯誼活動吧 好下一題 下一題 那班上同學會 課業競爭的那種關係 會搞得很不好 壓力很大 我自己覺得不會啊 只要說班上都一直前三名的 我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 怎麼樣 但我不是那麼在意啊 就像我講的 然後根本就沒差 OK 只有學測重要 段考怎麼樣 根本隨便 我們是 就是每個人的成績都可以被看到 可是都不知道是誰 那你們好奇怪喔 不是都不要這樣嗎 都高中了 就是考完 然後就會發一張 大家的成績每一課的 然後就貼在報告欄上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你的成績 就也不知道是誰 誰是第一名 誰是第幾名 這樣不是很無聊嗎 會嗎 這樣就比較不會競爭的感覺吧 就還好吧 你不知道是誰啊 那公文就不用公布啊 你知道自己幾分就好了 可是他怎麼告訴你你幾分 這個他會傳簡訊給我 我就會知道 我覺得學校系統應該知道吧 就像學測 幾分出來他就會傳簡訊給你 譬如說 段考也可以啊 那系統也不用多少錢 我跟你講學校不會花錢 買這種東西 就剛才不是 你有說什麼 在男校或女校就 會比較放得開嗎 你會有這種感覺嗎 就是沒有女生 大家比較沒有包袱 大家我不知道 這個 我本人 我本人在 男校是一個盆子啊 對不對 我後來上大學 我就很熟練了 我已經很熟練了 各位 所以確實是有一點影響 因為只有男人的話 你講話再難聽 其實也還好 因為有很多比你講的難聽的對不對 但有女的話 他們內心可能比較脆弱 而且你也不想表現出 你是一個很粗俗的人啊 所以我是比較熟練的 確實是有一點 但你會覺得 有那個粗俗的 時光是很棒的嗎 我大概沒有覺得 怎麼很棒不棒 如果你想要很粗俗的時光 我建議你去當兵 好不好 當兵是史上最粗俗的地方 那個人講說 就是女校可以比較放得開 可能女生平常的時候 可能在家裡或者是 在心仪的對象面前 要坐姿短正 然後想花小小聲 那女校就可以打吼打叫 然後衣服亂穿 想脫衣服就脫衣服 聽起來女校很吵對不對 對,女校常吵 女校只要 就是一點點事情 然後就開始尖叫 就跟嬰兒一樣 就跟嬰兒一樣 一點小事情就在尖叫 你要用尖叫表達自己的情緒 這就是嬰兒啊 不是那 這是只有一部分的嬰兒 就是不是說 生氣就要尖叫 然後做什麼事情就要尖叫 就是假如說很高興的時候 很興奮的時候就要尖叫 對啊 跑步尖叫嬰兒也是這樣 對啊 就是 或者是 有些人會覺得是 蠻青春的 有活力 就像喇叭隊一樣 有活力 就尤其是集會的時候 就是大家 一群人都在的時候 假如說 介紹某一個老師 在校服務幾年好了 就是我們的掌聲 可能就是全部都是尖叫 掌聲 假如說這種東西在建築 第一個 出行的人就很少了 第二個有沒有掌聲 我覺得應該沒有 沒有人屌你 你服務幾年光我屁事 還要亂費時間在這邊 好像是假如說 新任教師好了 這是長得比較帥的尖叫 就吵大聲 只是有差別的 那建築者 女性老師 我們有 很多知名的女性老師 建築女性老師 有會特別挑長相 我沒有聽說 對嗎 我沒有聽說 但有困難啊 他就這樣 族女聽說有耶 不能挑 太帥的 對 聽說有是老師自己講的 是男老師自己講的 他的意思就是 他是醜的 我不知道 他很難過 可是其實 其實你如果能夠 進到族女的男老師 不一定是老師或教官之類的 全部這女生 都會喜歡你 就是不管怎麼樣都 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這就是荷爾蒙 什麼優點 你都會被放大 就是可能 你就算長了一顆痣 大家也會去承擔那顆痣 你在腳上長了一顆痣 大家也會覺得你很可憐 就是要安慰你之類的 可是族女還是有帥的老師啊 不然怎麼會有比較大聲的尖叫 就八卦啦 我覺得都是都市傳說 你要講園遊會嗎 園遊會 因為建宗的園遊會 一定會跟中山辦在同一天 所以建宗都會有 跟中山他們會有聯合接駁車 就是你可以從建宗的園遊會 然後就去中山的校園 這樣過去 然後時間到了再回來 好像也蠻便宜吧 三十五十塊 那建宗園遊會怎麼樣 因為不怎麼樣 都是什麼攤位 有什麼酷的攤位 沒有什麼酷的攤位 但我們高一那個老師 每年都會做鬼屋 非常麻煩的事情 因為他覺得要凝聚班級 他非常重視這些班級活動 他不太重視成績 因為他覺得成績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可是因為他要帶這個班級 他希望大家都可以參與這個班級活動 那這個在建宗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因為基本上就沒有人會鳥你 你老師本人就要非常努力 那就是因為他有熱忱 他才會這樣做啊 不然其他老師哪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要花很多額外的時間 去做這些鬼屋的東西 布置啊 然後還有校慶的海報 但我們的海報是做立體 就是要做3D立體的 然後會放在校美進來的 那個紅樓那個地方 我們學校最有名的古蹟 就是那棟紅樓 可是園遊會 不就是自己班級想要做什麼 對啊是啊 可是那為什麼是老師 好像規定一樣 對啊 這就是他規定啊 所以建宗 就變成你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的話 就會變成 大家都隨便亂走 然後根本就沒有人要去 所以其實每班都有被規定 沒有每班就被規定啊 就是每個老師不一樣啊 那講說這個老師 其實大部分老師都知道 就是大家自己 只要有一個團會出來 他也不管你啊 那可能就只有講說 五個人十個人去 就算大家有排班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 照那個時間出現啊 所以我覺得是好的啦 第一個他 當然是你以後高中 有一個回憶嘛 就是你做一點 你有做過一件事情 在園遊會的時候 班上感情有沒有變好 我覺得也有變好啊 還不錯啊 朱女士 應該是每年 美術班都會出一些 書籤之類的東西 或明信片吧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 聽起來像是騙錢的活動 是騙錢的 可是 就 至少沒有藝術品 而不是 只是吃吃炒泡麵 炒泡麵一定有啦 對啊 美術班會有 應該是畢業展吧 結果還蠻好看的 我原來會都會去看 那建築還有什麼特別的活動 秋哥也去比過澎潤比賽 好像是園遊會的前一天嘛 有澎潤比賽 然後你就組組組組 然後就丟到二樓 好像就會有評審去吃還是怎樣 不知道會不會有我們代表去現場 那你那是做了什麼 我們就是一組人吧 可能差不多五到十個 做類似 是蒼蠅頭那種東西 還是炒 炒魷魚 好像都有 然後還有弄一個湯 然後我是弄那個湯的 你做什麼湯 類似共玩湯那種東西 我記得我們好像是 類似家座這種 所以還可以吧 所以是要做一盒菜 對,三菜一湯 類似這樣 建宗不是我們這一屆 發生一件事情 有同學加班 他是評審老師 然後他就到各個攤位 去試吃 別人的菜 然後他就吃飽了 然後就做了 好像有上新聞還是什麼 好像有 對 這是什麼爛新聞 你們是沒有軍歌比賽的對不對 沒有 軍歌比賽到底是什麼肉席 有人可以解釋一下嗎 可是 祖宗跟祖女都有軍歌比賽 我不確定 就是 新竹的肉席 沒有沒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全 整個台灣都 最後有一個第一名之類的 可是我們那一屆是祖宗第一名 所以是一個中華民國的肉席 他重點應該也不是什麼軍不軍歌吧 像我們那屆祖宗第一名是 唱花木蘭的那個歌啊 你說男子漢啊 對啊 這樣也可以啊 他可能有改歌詞 那我可以唱義勇軍進行去嗎 也可以吧 也可以吧 他沒有說是哪裡的軍歌 終於有人就是 頭上有個機關 然後就會彈出孫中山的頭 不是這種東西就是 台灣對這種事情的敏感度就很差 我覺得一定會有人唱納粹的 有可能 對啊 沒有被爆出來就是 雲基很好 或雲基不好 讓他就這樣 pass 那你有沒有什麼 算是熱舞比身 班級舞蹈比身 沒有 沒有 我們有耶 我知道北一女友啦啦隊 然後後來改成帶動跳 可是全校一起跳一樣的 不是不一樣的 是比賽 是他們裡面的比賽 自己編的 那你會覺得假如是一個 同性戀在 就是男校或女校 特別的爽嗎 或特別不公平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公不公平啊 應該說你本身有 像男校或女校這件事情 就有點奇怪了 你要在這麼奇怪的 狂架下再去講公不公平 是沒有道理的 那你們學校的 同性戀交友 交往的話會很明顯嗎 第一個 我也不知道誰是同性戀 因為我不是 所以我沒有那個雷達 同性戀的雷達 第二個 我自己沒有看到 但也許會有 我們是非常明顯的 不是我能辨識出來 是想說 你從左上走出去 你就可以看到 有兩個人在接吻 或者是可能睡午覺的時候 就有人跑去換衣服的地方 我們搭上會有蓮子 甚至可以一起在那邊換衣服 然後跑去那邊睡覺之類的 那最後 你給以後要念 主女的這個 學妹的一些建議 根據你在學校的心得 我覺得可以滿 努力去交到 一輩子的好朋友 我覺得女生有 女生的朋友 還不錯啊 所以你覺得高中 要經營你的友情 應該不是經營吧 就是要找到 那一個人 或者是那一些人 假如大家都是 異性念好了 那你長大結婚 或有男女朋友的時候 你也比較不方便跟異性 當朋友 你能夠比較能夠找的就是 女生 那你既然都念主語了 你有一對女性朋友 我覺得還不錯 大家也可以一起約去療養院嘛 對 互相照顧 我給要念建宗的人建議就是 國中以前 台灣的話就是大家就是 老師說什麼你就做什麼嘛 那上高中之後就是 你要有能力去 可能規劃自己的進度啊 然後規劃你要做什麼事 規劃你的休閒活動 你要把你的時間分配好 這個是你要學習的東西 然後你要有自己的一套策略 像我剛剛講的 有人的策略就是前兩年 他就是努力弄社團 他覺得很好玩 努力練習 然後他可以表演啊 懲罰啊 然後當幹部什麼 他很有成就感 然後他最後半年 念這個學策 就念起來 就一樣上好大學嘛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策略 那最簡單的策略 當然就是 你就一路 跟大家的進度上去 每次段考都考得很好 就代表你學得很好嘛 當然不是只是為了考試而已啊 所以這些都是要自己去 體會的 那這些能力 是永遠的嘛 因為你永遠都是要自己去管理自己 然後呢 大家 如果你家裡很乾淨的 你有潔癖的 到建築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對,因為打掃時間沒有人會打掃 非常的噁心 好,再補充一個 你在建築的話 你的洗手台 永遠都不是通的 永遠都會塞滿了那種 麵啊 飯啊 然後就卡在那個 煮水孔 然後又演起來 非常的噁心 好 就是這樣 那我問你 如果重新來過的話 你可以填 有男女校的志願 你還會填建築嗎 我會填啊 因為建築分數最高啊 就算是去男校 對啊,就是找志願填 有,為什麼 建築跟四大附中 還有成功 程度差太多了 OK 就是 就真的差太多了 不管是升學率或者是 然後腦子 都差太多了 第一個 當然是你 聰不聰明嘛 就是你的天分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的升學率 第三個是創造力 就是 也是跟腦子有關係 建築都搶太多了 但唯一不好的是 他制服非常的醜 就跟詛咒一樣 對 因為那個就是以前他都沒有改版過啊 大家也不想改版 我看一輩子也不會改 好啦 就這樣啦 我們要結束了 好,那就是這樣 我們這一集分享了很多東西 希望對電視機前面的各位 有一些幫助 然後如果大家對於 竹女或者是建築 有什麼批評指教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已經畢業了 所以也不太關我們的事 我們會把這些意見 統整起來 我看有沒有價值 我就寫信給校長 好,就是這樣 那如果沒有訂閱我們的 歡迎訂閱我們 然後呢 也歡迎到我們的 底下的留言區 跟我們互動 好,那就是這樣 下一集見,掰掰 你們同學會很在意分數 是哪一顆 可能音樂啊 健康啊 就是 如果分數怎麼樣 我就 會 焦慮什麼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耶 因為我的朋友都不太會 或者是互相說 考太爛了 很難過 互相安慰什麼 互相安慰 沒有這種東西 你去死都沒有人丟你 可是竹女會耶 我沒有一個音樂老師 她的分數就只有100分 0分 有-100分 然後我一直聽她負100分 我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她真的會打負100分耶 就是 明明就是一個音樂課 你去拿到60分之類的 你如果是 不會音樂 你可能就拿到60分的分數 是你最後的成績 負100分 對 她以前是音樂版的 可能就有100分 我的同學很難過很焦慮 就是還會哭之類的 我跟一個同學打掃 打掃到一半 她突然哭了 第一個我們 不會有人打掃 所以如果有人 考台南哭了 真的是沒有人 我覺得真的沒有人會理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建築跟族裏的差別 那在南哭大家會 都是男生 然後就可能 三四個人一起洗澡 或者是 都不穿衣服啊 或者是在 教室換褲子 我在回想 我們游泳課有沒有人一起洗澡 好像 我完全沒有印象 應該沒有 也有可能有就很少 但會在班上換衣服 然後看那個課的是 什麼老師 有的老師 你上課可以打赤博也沒有關係 可是像數學老師就不行 數學老師管的比較多 所以就是看老師要不要管啊 基本上 如果那個老師說怎麼樣 我們還是 還是會尊重他 像 他就不准我上課看報紙 我在幹嘛出來 我還沒有開始看他就叫我收起來 竹女是有更衣室 就是 因為我們 有太多制服了 然後就要一直換衣服 為什麼 就是我們也是 不同的場合要穿不同的衣服 就是進校門 不然穿體育服 我們那時候 只能穿制服嗎 所以換體育服一定要換嗎 可是不會就穿在裡面嗎 喔你就穿在制服裡面 對啊 可是如果你要漂亮的話 你 通常也要漂亮 你裡面不能穿 體育服 因為 白色衣服裡面很容易就看到 體育服是染色的 你就不好看 不好看啊 不好看 聽起來沒有放得開啊 聽起來大家放不太開吧 就看個人 也有人穿體育服在裡面 我以為很多高中都有更衣室 可是你所見都沒有 沒有啊 教室級的鑰匙哪裡 哪裡有更衣室 不是教室裡面 是類似很像廁所的地方 可是就是跟女生 女生游泳的話 會一起洗 因為要吹頭髮吹太久 然後女生洗澡要洗很久 所以會一起洗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會洗比較快 可是你還是卡在吹頭髮啊 你的包頭那一定是吹頭髮 就是要先洗好你才有可能 去吹頭髮 很想到啊 游泳比賽的時候 可能已經有完的人 或者正在等待游泳的人 就會穿泳衣 可以在操場 或者是排球場打排球 對啦 在台灣是蠻誇張的 在美國之後 都已經覺得 因為什麼是誇張的 就是會在教室換衣服 就是把裙子 披在肩膀上 然後就可以換衣服 那你們有鋪路嗎 你還是有打 那你們都沒有擋一下 沒有啊 沒有 這對女生來說已經 很誇張 你們還太淺了